超多人 現在走去一樓排隊 超多 是我Coco 哇 怎麼那麼多人呢 這裡是哪裡來的呢 這裡就是重新開業的永輝超市 重新開業有什麼那麼厲害呢 吸引這麼多人來這裡呢 一會兒我們就慢慢說 看看這個新超市 又值不值得大家特意過來打卡 今期的內容就包括 卓越In Town 網紅甜品店 浪湖商業城T台眼鏡 最新的分店資訊和優惠 還有這個 全廣東第一間半冬來永輝超市 調改店 今天的行程很多 大家要跟緊一點 第一次來拍應該是8個月前 他最近通知我 他有很多設備更新了 有些優惠可以介紹給觀眾 那我們去片看 由羅湖關口出來之後 就向右走 然後看到這條電梯 就會上到羅湖商業城 上去之後就會看到T台眼鏡的第一間分店 天橋之後就看到第一間的T台 向前走200米左右就看到第二間T台分店 都可以免費升級為防藍光 大部分香港人會選用的 塞絲 開牙 伊斯路 那這裏又在做什麼優惠呢 明月1.56 這個就是200元 加上剛剛你看到的那些活動情況 就是一副勝負 勝負就是200元 這個是最便宜的戰盡 沒錯 200元 是 還有如果你想配好一點的牌子的競片 都有的 是 伊斯路 最便宜的戰盡就是980元 然後 財斯 財斯的戰盡 最便宜的是680元 這個 這個 沒錯 680元 然後我們這裏配搭最多的 Hoya的戰盡 最便宜的是這個 680元 可以有漸漸最便宜的680元 是 OK 加上鏡框 對 那無論你是配80元的鏡片 還是180元的鏡片 還是680元的鏡片 那這裏都有成過千款的免費鏡框 給你選擇的 有選擇困難症真的很辛苦 看得眼都花了 那一般的配鏡的流程呢 第一就是厭光 掃量時力之後 我們就會來到這個 塞絲的三維定位系統儀器 它可以精準地幫你測量到 配戴漸進鏡片的需要的參數 令到你戴眼鏡的時候會更舒服 我們也可以透過這部儀器 去看到你配戴眼鏡之後的效果 整部機有12個攝像頭 它可以實現360度全方位的測量 根據這個商家介紹 這部機要成30萬港幣 更加是這個羅湖商業城 暫時唯一的一部 來到這次重點了 因為配眼鏡有不少都是老人家 這裏特意增加了幾部專門為眼部做檢查的設備 全部都是免費做的 第一部就是這個 顯微鏡 它是用來檢查有沒有白內障 以及你的白內障的程度 第二就是這個 眼底成像移 它就是用來檢查眼底視網膜 有沒有一個病變的風險 例如黃斑病變等等的問題 第三部就是這個 眼底測量移 它是用來檢查眼壓 檢查有沒有這個青光眼的隱患 又或者預防眼壓高引起的眼疾 這個眼壓是正常的 在10到21之間都是正常的 剛才我們提到幾樣的眼部檢查 在這裏全部免費可以做 設備基本上跟醫院都是同款 如果在香港做這些檢查 其實應該都不便宜 在這裏可以免費做就更加好 這裏全部都是國家註冊的驗光絲 塞絲的授權證書等等 大家都是可以在店內見到的 日常通用的現省鏡片 30分鐘就可以拿到 因為他們現場就有自己的工廠 看完他們今次的設備更新 我覺得對老人家來說真的很好 要鎖外面嗎?不要緊 鎖外面也可以 哇很多人啊 嗯 我昨天師傅已經看了這個 嘿嘿 那我上媽點餐就行 好 本來呢我上網被這個大福吸引了 然後今天特地來吃給一個 但他88元一個很貴 然後我見到他這間店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吃 然後我點了其他的甜品 是什麼抹茶飲料 我覺得那個應該好吃很多 這個應該就是造型不漂亮 叫這個烏冬 鐵板烏冬 我第一次去吃茶餐廳是收茶位費的 我不知道其他餐廳是不是都會收 雖然只是3元一位 但是我覺得這個收費也挺有趣的 有些東西吃到了 薯仔餅 旁邊這個花生醬 試一下它是什麼醬 這個醬 試一下什麼 沙律醬 試一下這個牛奶餅 那種炸的味道 就是說 薯仔的香味成的 我只吃了炸的香味 我發現你們覺得這些好吃的 那些脆是嗎 嗯 試一下蘸醬 不蘸醬才好吃 不需要蘸醬也很好 所以一外有幾天做得不錯 占賣了一塊貴 14元 14元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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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元兩粒 你會不會有錢 沒有 你會怎樣 很厲害 鐵板炒烏冬 為什麼不是鐵板上的 這些菜好像 家裡都可以做 家裡都可以做到這些 好吃 放假就是要出來吃那些 這個烏冬就值得吃了 38元 烏冬夠韌 而且很彈牙 它沒有炒到爛了 味道合格 很甜 是放了很多甜醬 那些 我覺得它做一個本物的牛肉飯很直接 很甜 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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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一下這個 嗯 這個有酸味 吃下去是 好像風氣一樣 我一個人來 或者我下一次來 我就會坐外面 然後 點個飲料 然後點個全飯 不會進來吃這個飯 很普通 價錢也偏貴一點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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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了 居然可以追上 然後第三站 就到這個永輝超市調改店 也是今天的重點 現在很多人走去一樓排隊 超多 這個是永輝超市 好 據文具就是學習這個 超東來 就是河南一家很有名的超市 很厲害的超市 學完之後就重新科研 學獻牌 究竟這個超市跟半東來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這個超市重開之後 會有這麼多人 半東來其實是河南的百貨公司 旗下有超市有百貨等等 而半東來本身就以這個服務好 善待員工 以及擁有多款的爆款商品 等等的優點而享有這個姓名 而今天我們來這間永輝超市 是整個廣東省第一間 主動學習半東來自主調整超市 這間位於福田翠月會的永輝超市分店 在11月8日正式重新開業 根據《文匯報》的報導 這間永輝超市是由商品 場景、服務三個圍道 作為今次調整的切入點 剛才入門口就一大股臭味 對我來說就很扣分的 雖然不知道什麼事 但也沒有員工告訴你什麼事 剛剛重新開業就太多人了 我們就很難去感受員工的服務 所以我們嘗試由這個商品入手 一路讓大家看看一些產品 一路跟大家說一下半東來的故事 半東來被譽為超市界的海底撈 這個來自河南的超市品牌 成功在當地打敗了家樂福 貼心 這些相當大型連鎖的外國品牌 半東來的老闆就叫做于東來 他就很早就進入這個社會 做過大大小小的生意 也做過一些工廠工人 後來他就覺得做生意 一定要真心換真金 將客人的信任擺在第一位 於是他這道理念 就完全實行在半東來超市 品牌在97年創立到現在 一直都是擁有很高的人氣 那貼心又展現在哪些地方呢 例如在美食區 就有很多種熟食可以讓你選擇 今次我們來到永輝超市 一樣都看到熟食的區域 是很多種類的 而且是好吃的 因為我當天買了四種回家吃 我最沒見過 三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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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個 有鴨鎖骨 是不是脆的 應該是脆的 是 這是做的 這個29個骨 放一隻 真的放鴨 29個骨 我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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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什麼 這個 這個不是鴨獎嗎 泰式 去骨鴨獎 沒有骨 2什麼 當然是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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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一次了 22 1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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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嗎 17個也是 對 17個 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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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個 36個 5個 5個 10個 這個 4個 9個 其實是 6個 8個 1個 1個 2個 1個 2個 1個 8個 減多少就去自己逛 是啊 哦 又例如超市門口會擺放免費的一次性筷子 杯、濕筋、洗手台、自助飲水機 免費量、血壓、身高等等 畫面還沒拍完 因為實在逼不進去 在超市門口也看到擺放自助寵物的寄存柱 而最重要的一樣 我還沒在永輝看到 這是半冬來對於顧客最實在的承諾 就是不滿意就退貨 無論你對買的商品顏色、款式、質地、價錢等等的原因 只要商品在出售三天之內 客人都可以在半冬來無條件、無理由地退貨 但是我們這次在永輝就見不到這個承諾了 永輝超市這次重新開業 作為消費者可以容額可見的話 就是商品的種類豐富了 都有見到半冬來的品牌 以及永輝自己的品牌 水、紅糖、鮪魚、狗杞 就是它的成本都很低 這個青軟雞9元 這個青軟雞 99元 99元一隻 19元 真的有很多豬馬 有一號早豬馬 有很多類型豬馬 有很多豬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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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馬是47.8元 豬馬是47.8元 都不贏 燃烤溺水 歡迎參加紫蘭海鮮包裝 這個很少見到 這不是最少的 6元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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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不大 我看到 6元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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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之前 現在調改 不一樣啊 現在5塊9一個那麼大的 是不是 而且是今天 新到的 這來貨都是 對 你看 那麼大 以前那個店是沒有調改過了 現在是調改過了 質量 這些都是有保證的 半天 這個 好重啊 30元而已 我去買了 80元 這個 要80元 你可以看看 這一隻 1200又有 一隻 5斤 起步 這隻1,200左右 這隻1,200左右 那隻 那隻應該就 這隻 這隻 那隻 那隻還沒退學 那個小的是 3-3天5斤 380元 值得吃 烘培區 看看烘培區 這個 這個 39.8元 這不是和合馬一模一樣嗎 這個便宜啊 東粒 13元 對 菠蘿包 15元 這個合馬沒有 好像很好吃 36元 很貴啊 還挺快的 而半冬萊的爆款 就包括 各種口味的耳蜜脆 對啊 那是送牛奶吃 它的配料也挺乾淨 沒有那種 沒有仇富劑等等 對哦 這個是 半冬萊的 牌子 自有品牌 煎到 哇 27個幾一支 這個 香蕉 煎到 也是見到白酒 哈哈哈哈 洗衣液 我們不是在洗衣液嗎 賤筋等等 洗臉的紙 多少錢呢 75元啊 有點貴 它好像走那些 好像很科學的路線 這個新服 我怕你看不到 放大機 放大機 哈哈哈哈 起到一種 好像很貼心 但有很多魚在那裡 下面是69 還有50元 可以嗎 可以嗎 你看上面 是隔壁橋 哦 好可愛啊 再一個四 多個魚 剛才走過這個 半冬萊子道的 超市 即是永輝超市 其實感受不是太和 合馬 或者是沙母 這些有很大的分別 但是呢 我覺得就是 好像是三母的爆紅 或者是合馬 即是合馬 即是現在這一刻 2024年才入中山的二三線城市 其實是感覺到大家對於食品安全 以及超市產品的信心 那個品牌有信心 他們就會衝去買 沒有信心就不能買 其實很簡單 就是別人在食物上面 更加注重安全